字幕 李宗盛 你們有看過片樹香? 就是長這樣 手排變速箱算小顆 自排變速箱更大顆 因為裡面要藏一些髮體啊 這台什麼? 車的變速箱? 520啊 去台南的那一台 對啊 賣掉了啊 賣掉了之後 我發現那個 上次我們前一集有沒有 其實那時候我就有看到 下面還有一點點油 我問阿德說他是不是沒修好 然後他說叫我再試看看 然後我試試試 把它洗乾淨 還是有在漏油 後來再送去就發現是那個 裡面的餅乾淨污滾珠 全部都鋪掉 對 然後 以至於說就算換了墊片 還是會漏 這個齁 當初啊 拆下來不會有 但不會有什麼你知道嗎? 他這個 裡面培鈴的那個滾珠 全部都鋪掉了 嗯 啊鋪掉了 我們就把它拆下來 送去 啊這裡再看一看就對了 先修好了啊 我有那個壞掉的時候的照片 因為阿德懶惰 只拍照片給我而已 反正就是整顆送去給人家翻了啦 所以你看這整顆翻起來 就看起來像新的有沒有 很多膠都重打了啊 還有很多這個 交接處這個都整理過了 嗯 有沒有 我是很帥的 這是那個離合器拉線的 嗯 反正我現在整理過了 再送回去阿德那邊再叫他組裝起來 因為其實每一個樹葉有專供 對吧 嗯 阿德會修車他不會修變速箱啊 嗯 所以他拆下來以後我們就送去 專修變速箱把它翻新 翻新完再送回去 回去給阿德他組裝起來 就可以交車了 坦白說以這種老車齁 一般都是 再拆下來清乾淨勾仔怕怕 想辦法先暫時止漏就可以開就好 因為其實開還是可以開阿 不知道多久有漏完而已 阿可是我是覺得既然賣掉了 阿又賣去台南 所以要讓人家回去 不要說 就我們自己這一關過不去 其實對啊 其實如果不修齁 把他狗仔打一打回去 反正 30年的車我相信 他也自己知道 他還要繼續照顧他 可是我就自己這一關過不去 就弄一弄好再給人家好不好 嗯 對啊 基本上這個車的預算都拿去拍片的預算 不過電圈都換了啦 他這個只是加固而已 那一般他裡面電圈爛掉了 他外面在硬打 那個又不一樣 哦 好 送去阿德那邊處理 把他煮回去 要交車啦 我跟妳講 這發起來比剛剛那一台 328還好發動 載速超穩 安靜 剛剛那台發起來整個 大晃動 車會鑽 會鑽 然後覺得 很冷的 覺得蠻虛的 那這個 里程表 本來請阿德拆開分解 想要把它修好 可是 基本上 可能也無能為力 因為他說現在 大部分我們在找到的零件 好像也都是壞的 那所以里程 就讓他時光停留在 四萬六八 好 那我們就出發 比剛剛那還穩多啦 好 那 這次去阿德那邊 又第二次去 那因為這台車 來我再講解一下好了 這台車其實在影片上完的隔天就已經賣掉了 那很有趣的是 我當初下去台南把它買上來 然後整理完之後呢 買這台車的人又從台南上來把它買回去 不同人啦 賣給我的跟後來買的是不一樣的人 那只是很有緣分啦 我從台南千辛萬苦 把它牽上來 對 然後現在又是從台南千辛萬苦買下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 當中的故事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點 就是 當初跟我聯繫的這一位網友啊 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說 他 有一點年紀了 呃 他跟我說他30年前 剛出社會服務的單位 就是這個 國道警察局 紅斑馬 然後他說當時他們就是開這一款134的手牌車 所以 他現在已經不在國道服務了 也將借這個退休了 所以說他想要 買回去把這台車好好收藏起來 那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汽車的買賣當中 就是會遇到一些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事情 真的 車子雖然他只是一個 我覺得車子他還不如房子嘛 房子感覺他比較歷久彌新的感覺 車子這個東西 在某些人的眼中是一個消耗品 但是在某些人的眼中 他可能跟寵物一樣 跟家人一樣 對不對 我們養寵物也養到最後都跟家人一樣 呃 有一個紀念價值在 所以 我們在這個買賣二手車的過程當中 也 常常會遇到類似這種 我覺得還蠻令人感動的一些故事跟緣分 通常以我們的習慣 就是當車子已經收訂之後 正常來講 依大家看影片 對不對 應該要覺得說 這台車 差不多傳傳的 有沒有 就差不多可以交車了 對不對 就差不多可以交車了 可是其實依我們 在買賣二手車的習慣是 收完訂金之後 我們還會再做一次的復查 以確定說 交到客戶的 手中的時候是 接近完美 但是因為這麼老的車 我覺得要說完全完美是不太可能 那我們希望它能夠接近完美 問題能夠越少越好 那我相信 畢竟說當時來買這台車的好朋友 他也某種程度上 他也知道說 買這麼久的車回去 可能自己也要承擔一些風險 就像我在影片裡面講的 就是我已經整理到一個程度了 那接下來請您回去 好好地繼續照顧它 好 那復檢完之後 小師又有發現幾個問題 那通常我們跟 配合廠 消費廠 我講解一下 雖然我們自己有黑熊有小城 可是 做不去 真的做不去 然後我們的收益又 好像又沒有辦法讓我們 足以讓我們再請一個師傅了 所以說就會變成說 我們還是得 某種程度我們還是得再發包出去 委託 其他的好朋友 再幫我們整理 再幫我們檢查這樣 那所以通常我們習慣是 像我試完之後 我就會準備一個小黃丹 對 這是我們小隻汽車獨有的小黃丹 那我會把問題寫在上面 然後請它再次的復查 那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上次的變速箱 因為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發現 怎麼還是有一點滲油 油風換完還是有滲油 那我說沒關係 我再回來試看看 那後來試完確定 還是有肉油 然後就回來再請阿德 做二次的確認 後來阿德把這個變速箱 分解之後發現它裡面的 白雅令谷 白雅令谷就是白雅令谷的 我們在講白雅令谷 應該就是所謂的滾珠軸程 已經有很多滾珠都已經缺 缺滾珠 或者是有一些塑膠套都已經破裂了 那因為這個 我問了兩三間的變速箱廠 都沒有人 有這樣子的零件材料 那後來我們就選擇拆下來之後 送去加工 送去給專門的我們叫 Kan Ma Geng A Kan Ma Geng A 就是車床的 請他們再做一次加工 等於是一種 訂製的方式 做出一樣形狀的東西 就是類似這種意思 那就把這個肉油的問題 真的徹底完全的解決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之前在重複試測的時候 開起來發現有一個汽油的味道 那後來阿德檢查到是 那個引擎裡面的淨油管跟回油管 都已經硬化老化了 然後有一點點的洩漏 所以這是很危險的 老車這種汽油你想想看 他因為裂開硬化脆化 我從台南開回來沒有火燒車 是運氣不錯 可能也許我覺得那天下雨天有沒有 視線不好 搞不好還是因為下雨天救了我 對不對 阿如果是大熱天我開一開汽油出來 就整台倒起來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二手車買賣之間 大家都看到說 哇你賺很多都很好賺 台南千上來嗎 隨便弄一弄 還是一台車轉手就可以賺多少錢 那我覺得我們的工作除了專業以外 其實還承擔了很多風險 這不是說我們要賺錢又要賺送 對不對 要贏掉又要贏水 對吧 那賺錢又要贏掉 可是其實不是喔 我相信每一個工作裡面 都有不同程度的專業 跟艱難的地方 跟不為人知的委屈 對不對 風險在裡面 我不敢說是只有車行 我相信各行各業都一樣 你不要看人家賣東西 好像很好賺 對不對 刷一整排愛心 刷一整排漢堡 後一個晚上賣幾百支手錶 好像很好賺 可是其實我相信 背後都一定會有一些 為難的地方 辛苦的地方 對啊 沒有錢是好賺的啦 真的啦 你賣毒品也沒有很好賺 真的啊 為什麼 因為賣毒品有風險 對不對 你看人家賺賺 只好賺的 不然你沒去賣賺 你看人家賺賺 你要承擔那個風險 錢要賺多 那也是合理的 很多是風險財 騙財 好 然後這個汽油管 反正就也換新了 好不好 其實有時候我在交車之前 發現這些問題 我都很高興 因為在我手上發現這些問題 總比我把車交給你之後 你才發生意外來的好 所以 反而 我很希望在交車之前 能夠試到越多的問題 我是越開心越高興的 好 那我相信這跟某一些人 做生意的方式 也不一樣 他可能也許說 我交的過就好了 對不對 我只要交的過去 都是個人的事 都沒有我的事 好 我相信也有人是這樣做生意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他可能他賺少一點 我想賺多一點 對不對 好 大概還有什麼 肉油 還有馬表維修 馬表維修沒辦法 還有汽油味 那我們最後就是 發現了這幾個問題 那其實這台車 本來是小事公司 服務人員賣出去的 正常來講 我應該是要讓他來簽車 可是我 我跟他們講說 車好了告訴我 就是我覺得 雖然短暫的時光 但是 畢竟也是我們 真的一手 從一坐車下去 然後把這個弄過來 然後也弄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一直到他賣出去 那我希望他最後就是 好好的把他架出去 好不好 阿這我女兒子 阿你來照顧好 好不好 不要讓他收尾睡 好不好 要幫我們照顧好 好 那最後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小事儀系列的影片 相信觀眾也看得出來 他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去做紀錄 做剪接 做跟拍 預算 花更高的預算 因為本來只要修理好 車丟給人家修理好 就沒事 那現在變成要一個人 在旁邊跟拍 所有工作人員都 非常的辛苦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支持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分享 幫我們訂閱 那支持我們 呃 多在留言板 給我們一些鼓勵 支持我們繼續做下去 成為一個大家都喜歡看的汽車頻道 希望能夠呈現給大家更好看更棒的影片 要記得喔 要訂閱喔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掰掰 要把它交給下一個人的這一天也是下雨天 然後呢 然後呢 欸 雨刷修好啦 不會摳摳摳啦 可是這個 玻璃的油膜 好像有點太嚴重了 回去還要在交車前還要除一下油膜 可是至少這個 雨刷中心臉桿的這個 馬達臉桿的相片 已經修好 所以現在 不會摳摳摳了 耶 什麼時候發現 你 dropped your anchor down to my soul 我看到就到了 開門 掰掰 我看到的 一樣 好 I was caught up, God, I was unexpected But now I see you, there's nowhere to hide I'm gonna chase you down, I'm gonna lose this fight In the years that you've stolen, I'm taking back I'm spending all my time breaking chains, breaking lies It'll weigh me down, oh I know I'm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But I'm pushing it alive, and it feels good